HELLO 各位好 今天呢又要來玩寶可夢的線上遊戲 使用的卡牌組呢一樣是仙子一部的TT 卡片的牌組內容介紹呢商機已經介紹過了 很快要提一下 主力的當然就是我們沙拉奈朵 跟仙子一部的GS 那還要搭配一個長長兔的GS卡牌 這邊是其他的卡牌內容 玩卡牌遊戲呢其實最重要就是要牢記你的卡牌內容 在進行中呢就是 使用任何可以讓你在優勢的道具喔 讓自己處於上方的狀況 一步一步的累積 然後最後得到勝利喔 好那我們就開始比賽囉 那這次的對手是火系的玩家 火系有一個特色就是快速填冷喔 那這樣子呢 代表說我們要儘可能在前幾局 就把自己的場面呢 佔上優勢喔準備好 那這張洛奇亞GS呢其實還蠻討厭的喔 它三點呢 讓我的寶可夢的卡片呢 被丟在遺失地區 就是在這一塊 然後呢不會在我的氣牌堆 所以我之後是沒辦法再使用的喔 那也可以看到在第一局呢 它馬上就快速填冷喔 已經三點了 那等一下很快的就換場 然後就會被打180點 然後看一下喔 那我先用一個干擾策略喔 用雙槍把這隻抓上來喔 它撤退需要兩個填冷喔 除非它有switch喔 然後 是要兩隻主眼TT喔 讓我下一排有訓練家可以抽牌 這一回合我們也是可以替我們的後排填兩個冷喔 沒錯就是 switch上來然後對方先填滿冷 哇180超痛 看一下現在怎麼打 先干擾它 喔 馬奧跟水蓮啦 那時候我就直接換過來 520點 當時是不錯喔 哇 可是我去兩張牌 這時候讓自己保持在兩點喔 不知道它會怎麼去死 不知道它會怎麼去死 因為雖然我還有這個關鍵道具 但是 盡可能不要讓自己處於危機之中 它有6點的話呢 就可以對我放大絕喔 看一下 喔沒有沒有沒有 它有一點的量可以替它的氣牌呢 呃 補5點 在它的寶可夢上面喔 喔 它不撤退嗎 那我要打阿拳它就死了啊 死了 然後再叫這隻上來 我看一下 再叫洛奇亞上來 90 120 喔 幫我打120就300點 我還是掛 這次抽的牌還不錯喔 喔 啊抽到這一張啊 我可以叫道具了 看看 喔 對方手牌好滿喔 等一下我們用那個印章發 清一下手牌啊 太滿太討厭了 看對方要迅速停燃喔 上場就2點喔 不要這樣阿 牌都沒了 看一下喔 嗯 應該是輸了吧 讓它睡著 下一回合 然後再補點 手頭沒有點 那個能量點數喔 完全沒有辦法補 然後我們的道具也已經用完了 好 這一局就輸入了 今天遊戲解說就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呢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 掰掰